在平农县身心障碍团体中秋爱心礼盒的促销会上 平农县长潘蒙安及南山人寿副总经理蔡正南一同出席 除代表平农县政府及南山人寿认购中秋礼盒 并宣布南山人寿及南山慈善基金会 将持续赞助平农县团体维席伤害保险 南山人寿一直跟平农县有从个人的维行保贷 一直推广到团体的个人保贷 团体型的维行保险 那整体而言其实对平农县政府而言 其实我也觉得减轻一些 这个中低收入负和保障的负担 那当然企业很乐于做这件事情 不过那毕竟是保障 那当然我们更期待的其实是泡砖引运 能这个企业能支持整个县政府的活动 或是一个公益的实战善举其实都会做 潘蒙安特别颁赠感谢壮 谢谢企业的爱心 团体维行伤害保险对象 包括15到75岁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以及15到60岁的身心障碍朋友 提供遭逢意外置失能或不幸申雇 最高新台币30万元保险理赔 为平农县46864名弱势民众称其保护伞 谢谢南山人数的今年的维行保险 团体的维行保险我们扩大从这个伸脏者 扩大到低收甚至扩大到中低收入户 总共四万包括伸脏者 46864名的团体维行保险 那这个部分要特别谢谢南山慈善基金会 保费由他们来支出 那这个部分收益者是我们所有 零有中低低收集伸脏所有的伙伴 平农县政府自2016年起跟南山人数 结合南山人数慈善基金会合作维行保险 并在2020年扩大透过团体维行保险方式 提供更多有需要的民众意外申雇 及意外失能保障 南山人数表示 累计过去三年共捐助超过2200万元 协助超过11万人次的平农民众 享有基本保障 未来也会持续从保险本业出发 为平农县的许多家庭 撑起风险的防护散 为社会带来稳定的力量 记者张如云 杨振义采访报道